诸葛亮五丈远点七星灯续命其实成功了 身体是续少 只不过灵魂被啥也不会的 为什么别人穿越都有金手指 都能继承原主人的技艺 掌握原主人的技能 而我啥也不会啊 行军打仗 不会 治理国家 不会 朝堂斗争 不会 丞相已告 现在我们必须要确定新的主帅了 再决定退军顺序 侦查的人回来了吗 卫军是否有些异动 丞相活过来了 丞相醒了 丞相啊 卫言那个家伙不遵从丞相您的号令 带领了一部分兵马走了 他要去投靠卫贼啊 他要我们去干 美军有所异动 调动频繁 似乎马上就要大举进攻了 慌什么 丞相已经复生 司马老贼分分钟被灭 教室 教室 师傅可是丧无一策 不必惊慌 师傅 快把技策拿出来吧 我有鸡毛的技策啊 我人都不认识 傻也不会啊 现在什么情况了 报告丞相 伪军军营中号叫声连连 真气频繁 各营似乎准备出动 这个看起来是个领头的 逆天改命导致本相 现在记忆有点混乱 你是 我是长使杨仪啊 那你怎么看 丞相去世的消息显然司马懿知道了 现在必定在集结军队准备进攻 丞相您甘而复生 诸军士气高昂 必可一鼓作骑 大破卫军 围攻此言差异 丞相相抱恙之后 诸军撕退 有部分军队已做好拔营准备 现在和卫寇决战 军心不稳 曹贼在长安还在集结更多的战力 此仗我军生也拿不下长安 而我军败则万事休 请丞相斟酌 但司马懿攻击在即 退也不是这么好退的 稍有不慎 撤退就会变成溃败 我军应该先和司马懿站上一阵 方可撤退 还请丞相定夺 现在都这么危急了吗 本相现在有点尿急 你们先议着 我去去就来 要是露馅那还不得直接凉啊 还是跑路吧 师傅 这是要去哪啊 你身体还胃好 随我回去好好休息 大家都还等着呢 瞎人回到军营大帐 看到众人殷切的期盼 早就汉流加倍了 还请丞相定夺 现在跑路都不好跑啊 这可怎么办 杨仪 我在昏迷前 可否留下部署 回丞相 布置过 还好 还好 但是以后可咋整啊 这是活不过两极的剧情啊 最后瞎人回忆起 看过的三国演义 想到只要自己不干涉 那么历史的大事 不会发生改变 那么杨仪能够成功地 将军队带回汉中 那你代行率位 按照我留下的遗迹 发号施令 如果我进行布置 必被司马懿看出破绽 诺 丞相果然高明 对了魏妍 好像是个二五仔 要烧绝战道 阻碍杨仪退军 现在得防一手啊 来个人速去通知魏妍 将这里发生的 一切告知于他 是 丞相好算计 属下必将丞相的意思 告知魏妍 嗯 什么计算 我怎么不明白 我只是想告诉他 我还活着 用不着烧绝战道 烧了战道 我怎么跑路啊 当稳得一匹的司马懿 集结完军队 到达五丈元时 下人带着蜀兵 已经跑了几十里了 只留下空荡荡的军战 诸葛村夫多计谋 不会又是空城计吗 多多就让我冲一次吧 这一次我亲自去追 再探一探诸葛量的虚实 诸葛村夫真嘎了 蜀军星夜撤退 必然跑不远 我带领青旗兵去追击 你们在后面催促后军 尽快赶上 来接应我 司马老贼 你中计了 司马老贼拿命来 孔明尚在 我倾入重地 中计了 卫兵魂飞魄散 气甲丢亏 司马懿被吓得 一路狂奔三十余里 嘟嘟休怕 我等大军已到 正好可以消灭蜀军 对呀 我军兵力是他的数位 就算诸葛村夫活过来 又能怎样 随后司马懿带着大军 继续追击蜀军 开始时 姜维占了不少 但是魏军毕竟兵爬 姜维的军队 慢慢陷入被动 将军 孤怀带着魏军援军来了 我们再不撤来不及了 有道是穷寇寇冒追啊 我太贪心了 现在想走也走不了了 就在此时魏军后方 闻之诸葛亮 未死的魏严肯道 司马懿被前后加击 溃不成军 不诱重击了 孔明真奇才也 扯 快扯 丞相真是料事如是啊 竟然能算准了魏将军 会此刻赶来前后加击 司马老贼 请问丞相真的还活着吗 现在何在 相在前面山上等着我们 报 魏将军 王将军 高将军 陈将军 将将军已率不回归 司马老贼率三军跑了 嗯 知道了 威功 让诸位将军 不必急着见我 请他们率不缓退 等我们退回汉中后 再行处置 都是些狠人啊 现在不能见面 万一漏现了 岂不是凉凉了 等回到成都 直接想办法跑路吧 嘿嘿 瞎人直接把军务 完全委托给了杨颖 然后狠狠地 恶补了蜀汉现在军队 朝堂派系 各方势力等方面的情况 最后发现蜀国的国力太弱 矛盾间说 完全靠着诸葛亮的威望 才让蜀国没有崩溃 就我这智商 这个丞相的位置坐不稳啊 等到了成都就想办法退位 然后跑路去 当个咸鱼吧 当蜀军全部撤退到汉中时 瞎人知道自己的考验来了 魏延私自带兵离营案法该嘎 但魏延是荆州派的领军人物 作为荆州将领的相王 想将他保下来 丞相 魏将军在得知丞相昏迷 朱军主帅未定 为了防止魏军席营 才和马带将军商议后 带走了本部军马 这都是以便能够及时救援我军 还请丞相明察 魏延这二五仔这次 还没来得及坑了蜀国 还是留着吧 魏延 这次你在五丈园之战中立下了功劳 你转任上雍太守 带领本部军马去取上雍吧 据答 转任魏延的别不思马 挑选四千军马 去助他 上雍虽然贫瘠 对于蜀国还是魏国来说 是一个比较鸡肋的地方 但是命是保住了 多谢丞相 处理了魏延 其他的事情 瞎人不敢随意弄了 为了避免漏陷于是直接装闭 所有事物 直接全部交给杨一半 这古代的马车 是人做的吗 要不是下车走走 我怕侍卫都得吐出来了 这古代纯天然 无污染的空气 就是好啊 丞相外赦 什么情况 不愧是丞相啊 看到士气低落 他不顾大病的身体 还要强行出来鼓舞士气 不过丞相的身体 还有很大的隐患 杨一自诩为丞相的接班人 但是他完全压不住那些军头 而且对于战阵之事 他也不太擅长 如果这次不是丞相成功复活 可能我们自己就分崩离析了 是啊 有丞相在 我们大汉还是很团结的 但是丞相哪一天有所不测 可能就是我们崩溃的开始啊 当回到成都时 下人又开始担心了起来 一个是不知道 如何将自己的身份 在诸葛亮家人中隐藏下去 另外是怎么对待刘善的问题 去皇宫应该礼仪多吧 一点都不会啊 皇宫太危险 看来又得装病先躲一躲 再回到丞相府时 下人发现有一群人在迎接自己 这么多人 一个都不认识啊 谁是黄月英啊 连老婆都不认识啊 还不得直接量啊 还是装晕吧 啊 丞相晕倒了 快叫太医兰 孔明 先喝粥吧 你身体虚弱需要好好补补 这人是谁啊 辛苦你了 这是我应该做的 对了 这次回到成都 你打算带上多久 詹儿似乎对于春秋中的 有些问题没有想明白 我还没有想好 你平时过于辛苦了 还是将自己身上的病 痒痒好再说 你们先下去吧 我还有一个问题 你究竟是谁 还没几句话就暴露了吗 小说里不是这样写的 因为每次给孔明送吃的 他都会说 咦 总在那儿 啊 诸葛亮是河南人吗 小说里不是这样写的 我不知道 应该说我不知道自己 是不是诸葛亮 随后瞎人把自己穿越的 是告诉了美妇 我是诸葛丞相 或者说是你的妻子 我叫黄月英 虽然你的故事比较荒诞 但是我愿意相信你 我会把你的侍女换掉的 我怕他们看出些什么 府中的事物 你可以直接找老黄头 过一会儿 我会把他叫进来的 你认一认人 你还有其他什么想问的吗 这证物我一窍不通啊 你会吗 证物上我完全帮不了你 孔明的才能 你能使用多少 一点都没 那留你还有什么用 我的身体是丞相啊 靠着讲碗 废医这些人先苟着 有我在属汉 现在就乱不了 那就暂时相信你一次 你为什么相信我 因为汉朝需要丞相活着 振兴汉朝 怀孕救度一直都是孔明的梦想 所以我只能选择了相信你 如果你敢于背叛大汉 我发誓一定会亲手尬了你 不管你的外貌是怎么样的 老黄 出什么事情了 陛下听说丞相又晕绝了 派了礼服前来探望 陛下让我带来了他的问候 此外陛下还想要知道 在丞相您养病期间 正是该如何处理 这个我已经安排好了 蒋婉和费一可以暂待我的工作 而且我将王平和吴义 留在了汉中 有他必可保得汉中无忧 好 我这就回去回禀陛下 有些事情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姜维是孔明的得意弟子 你却只给了他一个杂号将军 蒋婉 费一守城之人 必定用不好博约 我有自己的打算 哼 你有什么打算 他是孔明的得意弟子啊 丞相 我是您的侍女 我叫紫燕 武林高手啊 起码能打我十个 这肯定是来监视我的 想开溜不容易啊 知道了 你下去吧 不得不说 这古代的女子 有别样的美啊 但这身体 已经五十多了吧 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出现 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 一个月过去了 在黄月英的帮助下 虾仁已经渐渐适应了这个世界 紫燕 给我吃点葡萄 丞相来张嘴 根本就不是这块料啊 连文书都看不懂 还治什么活啊 紫燕 我有点累了 你给我念念 姜维育公为国庸 梁之地 拉拢那边的枪人 希望蒋婉能够让他率领五万人出征 蒋婉只愿意给两万 请丞相定夺 姜维明显的飘了啊 还好看了三国演义 电视上不是说只给了五千啊 那就按这个来 就是不知道准不准 写信给公演 让他给姜维五千人就可以了 不愧是丞相啊 早就看出来姜维用兵太险了 给五千正好 为什么丞相不信任我 我不能让师父被这样的小人所蒙蔽 我要写信给师母才行 父亲 我对于六滔中的有些问题不是很明白 希望父亲告诉我 小子不是我这个便宜 老爸不想教你啊 我他喵的也看不懂啊 你将六滔看了几遍 看了三遍 那你是否每一遍看到的时候都有不一样的感悟呢 是的 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受 读书百遍奇异自见 你再将六滔看上几遍 然后如果原来的问题还没有解答 你再来问我 好的 扎门 你下去一下 我和丞相有些事情要谈 父亲 请您和母亲和好吧 怎么了 我和你母亲之间没有什么 你是听谁说 我和你母亲之间有什么的 我听过妹妹说的 听说父亲回来后就没有和母亲待在一起过 孩子果然对这样的事情很敏感 姜维给我写信了 他怀疑是杨一在你的面前进了谗言 让你削减他的兵力 姜维的问题 我记得上次 我已经和你说过了 给他太多的兵力 太过于冒险了 但是现在魏国的雍州刺使郭怀身体抱恙 正是进攻雍州的大好时机 如果孔明还在 他是不会错过这个时机的 不要忘记了 你不是孔明 你只有他的外貌 求闻啊 在狗一段时间 有机会我就跑路了 谁还管你们啊 孔明谁爱当谁去当 你不要忘记了 远的有赵阔 近的有马素 他们也没有什么经验 最后导致的后果可是很惨重的 瞎人看到黄月英听到马素后就沉默了 不能打击的太狠了 随后想到了一句话 便写了封信给姜维 姬如风 徐如林 侵略如火 不动如山 我懂了 我错怪师傅了 不愧是师傅啊 如此用兵真谛天下 无人能出其用 姜维啊 你怎么能不相信师傅呢 五千人足矣 姜维直接要了五千尘骑兵出骑山 在魏国拥 梁之地 利用十四次真言作战 魏国广卫军太守王云 南安俊太守有史哪见过这种兵 手握两万人马 却被打得措手不及 最后将为阵整王云 有史 威震枪中 敢问祖公 你是不是傻逼 插出去 请慢 请慢 祖公请慢插 且听我一言 那就给你一个狡辩的机会 丞相此次北伐失败 虽然续命成功 但是身体虚弱 不能理事 还请令雪贤能担任丞相职责 我有相府一个丞相就够了 只要相府还活着 就永远是我大汉的丞相 来人把这贼子拖下去 这次将为在英州胜了一场 为阵枪中 不知道陛下打算给他什么样的封赏 那是因为有相府在 这也多亏了陛下在宫中运筹帷幄 你就别吹牛了 这是什么样我心里有数 都说了 那是相府的功劳 没有丞相 我们大汉早就凉了 不过丞相最近身体一直不好 现在政务基本上 都是讲碗和废衣处理 洋衣复合 我觉得陛下可以试着自己 帮助丞相处理一些政务 只要丞相没干这些事就轮不到我 皇后还是想想眼前的问题吧 丞相在去武藏园之前 给了我很多的功课 让我看了许多书 但是我就看了两天 等丞相的身体大好了 他一定会问起的到时候 我怎么躺废 呃 丞相应该最近不会进宫来看您 听说这一次姜维的出兵背后 有丞相在指挥 丞相给了姜维四句话 才让姜维这一次能够奠定胜局 看来丞相最近操心北方战士 我暂时是安全的 只要丞相少关注我一点 我就能够多混一点 是一点 陛下请问刚才您在说我什么 你的鸟这样会被闷嘎的 相父 你在出征前布置我要看完的书 我只看完了一部分 感觉累了才出来走走 是的 是奴才我劝陛下出来休息的 陛下看书看了太久了 他需要休息 是吗 相父对不起 你布置过的事情 我只完成了一点点 阿斗看见瞎人不说话 以为又要被训 相父你是不是对我很失望 我在政务上不能帮你分担一些 在过去的时候 我一直都是累赘 以前跟随着父亲的时候 他大部分的亲卫都要保护 现在你除了要处理政务 还要关心我的教育问题 我却没有好好完成 阿斗啊 同为学渣的我 太能理解你心情了 你身边的人 都是在那个世界上的俊杰 你有着几乎从白手起家的父亲 威震华夏的二叔 天下无敌的三叔 真是可怜啊 我不治过什么 我自己都不记得了 这次就算了 哟 这只鸟真漂亮 而且也不会乱飞 你是怎么训练它的 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听说 这样的鸟从很小的时候 就给它吃特定的食物 这样它们就对食物有所依赖 我明白了 这样鸟为了获取食物 就会自然而然地飞回来 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是为了食物 而之后就成为了习惯 所以这样的鸟 就再也不会飞远了 虾仁本想参观一下蜀活的皇宫 最后却莫名其妙听刘善说了一笑 建立了学渣之间的友谊 哎呦 脚麻了 这诸葛老头的身体不行啊 还是相父懂我啊 相父身体都这样啊 还不忘教育 我不再做 那只会被投喂的鸟了 我要自己飞 我不会让相父失望的 哦呦 这个东西得得喝 父亲 父亲 你们来找我 有什么事情吗 父亲 我最近读了一些书籍 对于董仲书的看法 有些体会 想听听父亲的意见 董仲书又是谁啊 我只认识董明珠啊 哪里知道 这个什么董仲书 别管那懂什么书了 九年义务教育 也没教这个啊 走带你们玩车车 父亲 您最近和母亲怎么样了 最近您和母亲都没有见过面 我不希望你和母亲之间 有过误会 有一次我看到母亲 暗暗捶泪 两个小鬼头 大人的侍儿少管 紫燕 我紫燕 天下无敌 能否帮我将黄月英 请过来 嗯 丞相 你找我过来 有什么事情吗 今天张儿和国儿 来找我了 他们觉得我们两个人 之间的关系不正常 你想干什么 那是诸葛詹和诸葛果 他们两个是我和孔明的孩子 跟你有什么关系 孩子有些敏感 我只是想帮忙而已 对你没有非分之想啊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那么我们每天一起吃晚饭怎么样 嗯 还有就是诸葛詹和诸葛果的教育问题 他们两个我自然会去教育 不用你担心 这不就是丧偶式教育吗 黄月英在得知他并不是诸葛亮之后 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为了诸葛亮的一致 黄月英选择了帮助下人瞒下去 他本人不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是对还是错 只要对蜀国来说是有利 他就只能选择继续做下去 下人看到情景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黄月英了 所以他决定 跑路 得跑路了 只要跑得够快 烦恼和麻烦 只追不上我的 啥也不愧的外卖小河穿越成诸葛孔 连阿斗给的皇位都不要 只想着跑路 阿斗啊 有个事给你说 这一天还是来了 相府 我马上退位让衔 这皇位还是你来做吧 你一边待着 谁要坐这个位置啊 以我这智商 还是算了吧 还是跑路稳妥 蜀国南方的南蛮 发生了叛乱 这样的叛乱 足以动摇我们蜀国的根基 本相决定了 不对 只亲自去南方 平定叛乱 我相府 天下无敌 相府 南蛮乃是烟障之地 丞相病体出拳 万不可前往 丞相 南蛮乃是小货 孟家人还是忠于大汉的 马中在南方素有威信 他一人足以平定 丞相 三思啊 没有人比我更懂南蛮了 我一已决 最后我再说一句 我诸葛亮 天下无敌 随后瞎人带着二千素卫军 还有赵云的两个儿子 赵广和赵统南下平盘 相府 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好了好了 不要哭了 相府出马 南蛮分分钟解决 终于离开了 这日子真的 没法换啊 美女相车 沿途再看看 风景不好吗 这丞相 谁爱当谁当去吧 父亲 你怎么来了 嘘 哥哥可惨了 母亲天天盯着哥哥 刚刚还被揍了 我就偷偷跑出来了 被你娘发现 还得了啊 我们两个都得完蛋 父亲 那我们赶快跑吧 被抓到就惨了 嗯 赵统 南蛮叛乱 刻不容缓 命令全军 全速前进 希望不要被发现啊 要是黄月鹰来了 起码打我十个 虾人本来想着跑路时 带着紫燕好好享受 为了长途舒服 还特意打造了一辆 一英俱全的马车 现在诸葛裹这个脱油瓶的到来 完全打乱了自己的计划 我怎么这么苦啊 诸葛亮打了一辈子战 我就不能替他享受享受嘛 父亲 你不用怕了 我们出成都了 娘亲追不上我们了 我怎么可能 怕你娘 你爹我 可是天下无敌 你说是就是了 别说你娘了 没见过这么好看的风景吧 爹带你好好看看 好啊 好啊 赵筒下令全军缓慢行军 这什么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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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丞相这马车也太大了吧 严重拖累了行军的速度 而且目标太大容易被针对性的袭击啊 你懂什么 那可是算无一策的丞相啊 不管做什么肯定有他的计算 不要瞎当心 哎呦 父亲 这个叔叔好帅啊 白马银枪还真是帅得一匹啊 丞相大人可是有事交代 看着你们 我想到了你们的父亲 当年我和子龙 在长坂坡七进七出嘎嘎乱杀士 何等意气风发啊 父亲 你说的是你负责嘎嘎 子龙伯伯乱嘎嘛 但是我们比起父亲还差得远 我和统哥联手 连我的母亲都打不过 嗯 马超的妹妹究竟有多彪悍啊 赵云的功夫 莫非就是为了在家中 不被欺负才练出来的吗 丞相 你说我和弟弟将来能够有我父亲的才能吗 那必须 嗯 没有啊 你有什么梦想 我想要成为一个使官 但是我却没有机会 也没有时间 却做到这一点 没有关系啊 你可以从现在开始写日记 就是将自己每天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 或许很多年之后 你的日记会变成别人研究的史料 吓人的这一戏话改变了赵统的人生 延续元年12月5日 这是我第一次写日记 我告诉了丞相我的困惑 我自己不管怎么努力都急不上父亲 丞相告诉我们 每个人的天赋都不一样 急不上自己的父亲 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他从来没有要求过他的孩子 诸葛詹能够有他的才华 丞相还鼓励我们 有梦想可以一点一滴去实现 所以我想要成为一个史学家 延续元年12月15日 丞相真的厉害 我们的军队还没有到达 丞相单单凭借着他的名声 就让大部分的叛乱者演气吸鼓 甚至有些还亲自前来赔罪 不过整相没有见他们 只是听到丞相评价他们说 简直比法国人还要会投降 看来是我孤落寡闻了 春秋和战国中 四平没有一个诸侯国家 叫做法国 我一定要多加强自己 的学习 相宠将军告诉我 这都是丞相的缓慢行军的计策 我过去竟然愚蠢地认为 丞相是去游山玩水的 我为我自己感到着快 我再也不质疑丞相了 延续元年12月21日 我们已经快要接近永昌郡了 现在整个南方的情况不容乐观 我偶然听到丞相嘟囔了一句 整个南蛮都乱成了一锅粥 丞相在睡梦中 想要拿出他的意大利炮来凭乱 就是不知道意大利是哪个发明家 他的炮车是否比 卫贼的霹雳炮更为的厉害 延续元年12月25日 叛乱者偷袭 第一次上战场的我有些慌乱 但是看到丞相待在马车中 连面都没有路 看着对方捡漏的装备 我知道这是丞相 给予我们历练的机会 当我拿着叛匪的西瓜 向丞相报告的时候 我看到丞相的脸色有点发白 哎 丞相真是为我们大汉过于操劳了 延续元年12月28日 我们终于进入了永昌城了 马中将军迎接了我们 告诉我们 他将大部分的军队 都派遣了出去镇压那些叛乱者 永昌城中非常的空虚 我们的到来 缓解了永昌城的危机 丞相真是神机妙算啊 我明白了为什么快到永昌城 丞相提速了 作为大汉的代理人 孟家也派了使者过来 按照惯例送来了礼物和美女 不过丞相并没有见他们 反而将这些礼物和美女 全部都退了回去 这对于那些蛮子来说 是很大的武唇 不知道丞相为什么会这样做 我几乎可以想象的 到孟家受到这些的羞辱后 很快就会发动叛乱了 延续元年12月30日 出凭我的意料 孟家人并没有发怒 而沐他们的头领孟霍 不顾自己的病体亲自前来 可惜的是 我不能参与这场会面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 相宠将军多次希望出城 去帮助马中将军作战 但是被丞相拒绝了 不知道丞相这又有什么深意 卡喵的跑路 果然不能仓促啊 南蛮果然不是一个 跑路的大好选择 本想一路乡车美女 由山返水到永昌城 没想到沿途景色千篇一律 最重要的 要不是正好躺在马车中 那次刺杀就小命不保了 最后赵桶那个憨憨 居然拿着一个西瓜 来汇报战况 被吓惨了 害得我几天没吃下饭 到了永昌城中 屁股还没有坐热 这孟家的使者就来了 听说还送来美女 可把我高兴坏了 没想到居然是如花级别的 这蛮子都是什么审美啊 我的心脏啊 退回去 全部退回去 孟祸不安好心 他的东西我不收 丞相逆疏辞背法 对于南蛮的坦拍夜越来越重 部罗种大部分人都快活不下去了 那的部罗种夜又不少人 要求那假如攀乱 那夜死没有办法 我只能采取种力的态度 甚至还不得不处理 以不分的钱粮 指缘那些攀乱者 丞相 孟族长也是有苦衷的 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丞相 我再一次准备了财报和妹女 请您接收我们蒙家的好意 啊 才来 这么丑的人 我想他的心都有 不要 收了你的美女 就是要我的命 丞相这么不给面子啊 孟祸纳不得直接被逼返啊 丞相糊涂啊 住个丞相 还是那的丞相 真是酸无一策啊 丞相扰命 丞相 甚至缩动了蒙货大王 来帮助我们才有这次机会 知道了 我知道如何吃夫妻猎偶啊 这一次我们一定能够 哼看照须哪些 不是我们的鼠鸡 我们有一万人 而且是整个南蛮人中 最能打的一万人 诸葛亮嘎定了 但是 他们是鼠制的精卫 不好败碎啊 诸葛亮当年一人 就灭了南蛮十万兵 细情弄货 我们怕是胸多鸡少啊 怕什么 这次带了巨香兵 我还听说诸葛亮北伐 差点挂了 这次保证没问题 我还觉得一万人不保险了 那可是算一策的诸葛孔灵啊 这次大王让蒙火拥挤 调走马中部队 诸葛亮最多派一千人来 优势在我们 可是 别废话了熟军来了 去乡镇 领敌 冲啊 杀杀杀 严戏二年2月1日 叛军一万人突袭我不 大哥蛮子都要赶到面前了 你还写什么日记啊 莫急 丞相大人给了装备的 连弩发射 卑鄙地将身 大方起庆 虽然我军在装备上优势很大 但是只有一千人蛮子 却有一万人 激战数小时 渐渐停不止 此战朋友要书 望后人引以为见 快别写了啊 再写你一点 我就凉了 我叫双马 诸葛孔明不好惹 我投降 在千军一发之际 援军来了 此战必胜 主帅相宠中深重意见 生死不明 别他们要写了 我还能抢救下 魏将无能 让相宠将军受了重伤 相宠将军没事吧 跟根据大夫说 相宠将军的伤有些严重 但是命保住了 丞相 你是如何看出 我们素卫军会在汉家 与那些叛匪交战不利的 从霍裔将军 启程的时间推算 那时候 孟霍还没有将情报告知我们 我总不能告诉你 是误打误撞 戳穿了孟霍的轨迹 发现城中 只有500人 保护不够保险 提早将破益的部队 叫回了永昌城 刚好路过而已 很简单 等你多打几次仗 就会自己想明白了 伟大的诸葛整相的计算 真不是我等凡人可以推测的 我还是太年轻了 还得加倍学习才行啊 丞相 对方的主力已经被歼灭 剩余的叛匪已经不足为虑了 剩下的事情该如何处理 也请丞相一并释下 释下个毛啊 我只知道历史上 诸葛亮七情梦获 其他的真的 是什么都不知道啊 你们是怎么想的 丞相 这一次依靠着 丞相的妙计扫平的叛乱 对于之后的善后 我有一些想法 马中的想法就是 灭一批 灭手啊 拉拢一批 招兵让其戴罪立功 分化一批 让其组长 到汉中当人治 当马中滔滔不绝 说着计谋时 瞎人已经昏昏欲睡 马中说得好 就按你的办法办 所有事情都放全给我 丞相这是要重用我啊 这一天我等了二十年啊 在虾仁的英明领导下 在马中和杨夕 等人的不懈努力下 南蛮叛乱彻底平定 虽然赋税将大大减少 但是灭了几大部落收获更多 还招了不少蛮兵 随后的日子 虾仁又过上了咸鱼的日子 在延熙二年的二月十二日 虾仁正式开始 记录自己的学习生涯了 延熙二年二月十三日 睡觉发呆晒太阳 紫烟真好 延熙二年二月十五日 睡觉发呆晒太阳 紫烟真好 家人啊家人 你怎么能如此堕落 先前定下的学习计划 你都忘了吗 紫烟 无日三省无身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延熙二年二月十八月 睡觉发呆晒太阳 紫烟真好 学习学个屁 这里没有洋仪 没有公务 真是太好了 出来混都是要还的 立下了其总有应验的时刻 当虾仁的日记 写到第十天的时候 公务找上门了 来的人是丞相令师董绝 他带给了虾仁一堆的文书 恭喜啊 自从来了南蛮 我的身体差上了一些 总觉得没有在成都利索了 南蛮的政务 还是很重要的 成相身体要保重啊 只是此次的事物 太过于重要了 所以卫公让我亲自来面见成将 什么事情这么紧急 大司马蒋婉蒋公演并重 回成都养并去了 蒋婉安排费一接手事物 杨仪对蒋婉安排不满意 另外一件事情 是费一和姜维之间的冲突 魏明帝曹教并中 魏国的中苏处于动荡 司马懿也已经离开 长安平定辽东的叛乱 姜维希望可以大规模出兵 费一否决了 想躺平几天都不行吗 帮我带个口信给威公 就和他说 其他人我信不过 只有他在丞相府 看着我才放心 但是姜维费一之争 这可怎么办 我想想电视剧讲了啥 虾人不断地思考嘴里嘟囔着 连远在南蛮的 我都知道 他们准备打长安了 魏国人会不知道吗 这还偷袭各屁啊 受教了 我这就回禀陛下 思考了半天 虾人还没想到计谋 抬头却发现董爵已经走了 啥情况 这么不尊重我吗 人走了 也不说一声 穿越成诸葛亮的下人 解决了南蛮后 决定不再婚日子了 今日来到衙门 想看看三国的断案 到底是个怎样的情况 堂下何人 有何事邀请绝道 老汉名叫玉宝芳 原来是寇家的老仆 后来寇家遭遇了意外 就带着寇家的小姐逃了出来 我从小府养寇家的小姐 我帮我家小姐找了个好人家 结果小姐不愿意嫁过去 还请大人做主啊 你这个老邓无耻 不要着急 你有什么话想说的 一看这老头有问题 想卖了这寇林啊 这么大学生的 气质的可怜人 肯定是受害者 小女子年幼知识寇家 遭受灭顶之灾 被托估给这糟老头 带出来的财物 全部被她撕吞了 现在还想把我换更多的银子 按照我们大汉的绿条 老夫抚养了寇林十年 有权将她许配给别人 并且那个商人家中 也非常的富不贵委屈小姐 你分明是想卖了我 那商人已经有大富 而且还有病 既然这样那寇林 有自己不同意子婚事的权利 大人你可知道 那商人可是张家大管家的弟弟 张家哪个张家 大汉还有哪个张家 请大人慎重啊 紫燕这个张家谁啊 很牛嘛 丞相这是张飞的张家 在军中很有背景的 哦 大人你看这怎么办 那个商人出多少钱 不是钱的事情 这是张家的事情 大汉张家 张飞和张包坟头草 都两米高了 没有看出张家 现在还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啊 张家我自己会去交代的 你和这个姑娘 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以前的事情 我不想追究 就当这么多年 给你的酬劳了 好好好 你个小力就等着瞧吧 张家不是你能惹的 谢谢两位大人为我做主 你有什么地方 可以去吗 小女子现在无处可去了 杨大人 有一个张姓的三人 叫拜访您 张家来人了 大人救救小女子啊 不要惊慌 有我在大汉 还没人敢动你 杨大人 我是张家的 住个大人 留了留了留了 小的告死了 好险好险 丞相怎么在这啊 哼 你这个意料头 差点把我坑了 小人也不知道 你说丞相会不会秋后算账 丞相大人是什么人 岂会在意你这小卡拉米 寇林在得知是丞相大人后 直接跪地痛哭请求收留 瞎人哪见过这种场面 直接沦陷了 张家的那个商人 溜得真快啊 连让我展露 王爸支气装插打脸的机会 都没有 真是没劲啊 紫燕你去查查 寇林的背景 看看寇家 发生了什么 帮助投怀送抱的美女 报仇雪恨 可是每一个穿越者 必然的课程啊 这次肯定要让我 装一波才行 这事 大事不好 寇林成为了下人的侍女 今日第一次获得了 单独照顾虚弱的丞相任务 但是她拿出匕首面露挣扎之子 已经站在下人床前五分钟了 迟迟下不去手 我紫燕 天下无敌 寇林 不 琉林想要嘎你 为她的父母报仇 紫燕什么情况 她是刘峰的女儿 幸好您让我调查了一下她 不然她就得逞了 刘峰是刘备养子刘峰之女 襄凡战役刘峰败退回成都 关于此战陨落 刘峰不救援关羽的问题被人弹劾 成为襄凡战役的背锅侠全家被害 是你 为了让刘柴能够稳固地继承皇位 是你指示了那些金周人公和了我的父亲 是你在刘备的面前劝说刘备嘎了我家满门的 我要报仇 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吗 在这种动乱的时代 没人能避开 丞相 接下来交给我处理吧 保证一个不滋生 可是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啊 随意决定别人生死 我真的做不到啊 让他走吧 这是我的决定 为什么要留下我 天下之大还有我容身之地吗 寇林最终并没有走 因为已经过去那么多年 曾经的父亲的容貌都已记不起 而且说到底这只是朝堂争斗的结果 跟诸葛亮的关系不大 于是再一次成为虾人的侍女 又在在虾人每日继续混日子时 为明帝曹娇病逝 九岁曹芳继位 曹爽被封武安好 剥夺司马懿全部兵权 独揽魏国忠书 陛下 此刻正是法属的大好时机 臣请求出征 大家可以有异议 我等没有异议 陛下呢 知道了 大将军就交给你了 臣遵旨 领征东将军扬州刺史 亡陵朝湖操练水军 断绝吴国的援军 莫将遵命 领荆州刺史夏侯威进攻上拥 拖住向朗和魏延 莫将遵命 本将亲自带领十万中 护军一镇长安 大人魏国大军压境怎么办 快去永昌找丞相 陛下卫贼打来怎么办啊 怎么办 快去永昌找诸葛相夫啊 丞相大人现在是南蛮的雨季 这样的雨可能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们现在和成都之间的道路已经中断了 看来短时间内没有公路来了 那就能换就换呗 杏史还没有回来吗 那个小队只剩下一个人回来报信 成都去南蛮的路已经完全的预设了 完全走不通 水路呢 那就更不行了 由于暴雨水位上涨得很厉害 还不如走陆路 都没有联系上 要不我去吧 我相信以我的身手应该有办法进入南蛮 薄鱼 你不能去 即使你到了南蛮 你也无法将城乡带回来 此刻正是用人之际 你有更大的作用 既然丞相通知不到 那么我们至少需要依靠自己抵御位贼 等待着和永昌的道路通畅 等待着丞相的回归 师父你快回来吧 大汉已经到存亡之际了 大将军我去汉中坐镇督军吧 我估计时日不多了 你不能去 你要坐镇成都够统一指挥蜀国军队 要不我去吧 勒 薄鱼不能去 现在汉中游子军指挥 薄鱼和他官职相近 最终蒋缆亲自率领一万军队进入浮城 作为汉中的后援 镇北大将军王子军率三万军防务汉中 曹爽这次举兵三十万伐蜀 郭准为前军直指杨平关企图一举崩破汉中的门谷 啥也不会的外卖小哥穿越成为诸葛亮 出谋划策全靠众人脑补 混着混着就发现蜀汉已经无敌了 南蛮雨季刚结束 卫军伐蜀的消息就送到下人面前 相父快回来主持大局吧 丞相我快扛不住了 所有人等着你啊 师父你再不回来出谋划策大汉酒粮了 回去是不可能回去的 去了自己怕是要成为江维他们的猪队友 直接团灭啊 丞相大人应该是为为贼罚汉的事担忧吧 现在肯定焦急的想东升回成都主持大局 看来的早做准备了 丞相大人 方家的组长到访 方家长时间和益州人联姻已然成为永昌 江城中的地头是 现在一周人被魏国收买人心动呢 不知道方夫人今天来找我有些什么事情 这件事情和魏贼有关 我想和丞相单独谈谈 就你长这样 还想单独约我 门都没有 不用说了 有问题你可以直接找马中 关于吃喝玩乐我 还是很有兴趣的 但是关于政务不在 我的工作范围内啊 大人 此事事关重大 请让我细细抱来 还请丞相大人过目 紫燕给我拿 方夫人听到瞎人要拿文书了就紧张了起来 额头的汗不停地流下 这文书我可是涂了南蛮特产的一种蘑菇粉末 只要诸葛村妇收了 必定独发身亡 威国可是承诺我当南蛮女王啊 拿 快拿 给我拿点东西来吃 看来一天的信都饿坏了 这古代文字贼难懂 看毛线啊 打开纸 你读一下 给我听 这怎么和我想象当中的不一样 不是说诸葛丞相喜欢亲力亲为吗 不会是被发泄了吧 丞相 这里人这么多 事关重大 还是请丞相自己看吧 方夫人不死心 慢慢走进瞎人 站住 你不是我的菜 去嘎吧 你嘎了我就是南蛮的女王了 哎呦 我紫燕 天小 我紫燕 天小 无敌 丞相 城中有些世家勾结卫贼 马中将军已经派人去镇压了 我知道了 剩下的事情你们去处理吧 我下去好好问问方夫人 我特别擅长交谈 方夫人肯定会告诉我的 紫燕一边和善地笑着 一边熬断了方夫人的一根手指 哎 紫燕真狠啊 幸好自己平时 没敢动手动脚 不然手指肯定不保啊 方夫人招了所有的事情 魏国戏作这次收买了很多人 想赶了诸葛亮 吓人害怕了 这次带的兵力太少 敌人又在暗中 南蛮已经不安全了 所以决定悄悄跑回成都 丞相大人 知道你收到成都的消息 肯定着急 我的五百骑兵早就化整为灵出城 趁夜悄悄集合在城外小树林 随时可以出发 丞相大人 所有的东西我都收拾好了 这件盔甲也是为你准备的 要不是方家事发 我才不想回去呢 刚决定想跑路 他们所有东西准备好了 此次任务中 时间紧我们不打旗号 另外我这个样子 应该没人会认出来吧 丞相放心 不会有人认出来的 还是不保险啊 我们就这么点人 路上被埋伏就凉了 马中你把我的旗号 留在永昌城中 然后再找个人 穿上我的衣服 待在府中 切记切记一定不要 让人发现我等离去 尊命 丞相是不是要有大动作了 我有毛的动作 就是跑路而已 这群人也太能脑补了吧 嗯 一切都在本丞相计算之内 终定不会误了丞相大计 速速出发 人在逃命的时候 速度是惊人的 下人用了短短的十天 就从永昌冲回了成都城 就在准备好好休息时 费衣和姜维就找上门了 丞相神速啊 从南蛮回到城都只用了十天 我身上的担子也轻了不少 整个城都目前暗流涌动 动小心思的不少 丞相突然回到丞相府中 应该没人感动了吧 相府啊 你终于回来了 大汉有救了 是啊 丞相回来 我们就有主心骨了 丞相可有计策 你就安排吧 怎么都知道了啊 就不能让我歇一歇嘛 十天啊 你们知道我这十天是怎么过的啊 我这诸葛老头 五十多身体吃不消啊 再说了 我有鸡毛的计策啊 都回去睡觉吧 为贼不是还没来吗 慌个屁啊 明天再说吧 哦 相府都这样说了 看来事情不大 大家都散了吧 该吃吃该喝喝 对对对 丞相大人肯定早就算计好了 有丞相一人在 为贼才三十万人而已 优势在我们 没什么好担心的 哎 我说你们不装能干啊 我啥也不会啊 不知道明天能不能继续混下去了 第二日大汉有点官职的人都到了丞相府 针对最新的情报 这些人分成了四派 援军派 准备现在全军出击支援汉中王子军 一战而定 以肺衣为首的决战派 让王子军在新世山坚持更长的时间 集结兵力与蜀中 等待着曹爽成为皮兵 然后再一举进军 击溃曹爽 第三派是以一周人为首的撤退派 建议撤离汉中 狗住一周就可以了 最后还有一个以刘善为代表的丞相派 他们觉得诸葛丞相永远正确 只要丞相发话我们去做就可以了 丞相派和撤退派直接可以pass了 该怎么选 看来得老办法了 那就装病换过去呗 在瞎人一边想着自己该如何表现演员的自我修养时 一边觉得自己的口有些渴了 心不在焉的他叫了出来 水 丞相说得对 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躺落到的水源能够支撑曹爽多少军队 躺落到上水源情况很糟糕 如果不做准备连支撑两万大军都做不到 曹爽犯了个错 他们却被子军党在了新世山 军队的水源有问题 所以他空有二十万军队 却不能一起投入兴世的战场 在那里子军一定能够守住兴世 丞相 请您在成都组织军队 等待曹爽退军 这时候追击一定能够一股作气战胜卫贼的 这就成了吗 文伟你去吧 我身体不好 额 谨遵整相令 大策一定就没有瞎人什么事 没一会儿将为费衣给力地制定好详细作战策目 丞相还有一个关于魏妍在上拥求援的问题 还请丞相定夺 魏公你怎么看 魏妍有勇无谋 上拥也是积累 不如让魏妍退回八中吧 刘峰和孟达的旧部 这些人还躲在上拥的山中 只要说服他们 就足以带给魏妍将军很大的支援了 相冲你怕是喝了酒了吧 刘峰是能提的吗 以后不要胡言乱语 看来刘峰是蜀国的禁忌啊 嘎了刘峰的是诸葛亮 跟我瞎人又有什么关系 刘峰和孟达在上拥的旧部有多少 丞相请三思啊 文伟 丞相 叩峰那是旧游自取 相冲你怎么看 文伟你怎么看 两千人够了吗 两千人足够了 文长永武国人 是武将中的豪杰 两千人足以助他抵御孙礼 可是刘峰和孟达的旧部会帮助我们吗 这个我自有妙计 相冲让你去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好我给你一个人 只要他跟着你去 刘峰的旧部必会助你 末将领命 丞相大人 你不会是想让刘峰之女寇林 去收复那些人吧 伟大的丞相大人真是算无一策啊 难怪留下寇林 原来早就算好了金鱼之事啊 这纯靠别人脑骨混下去的日子 什么是个头啊 迟早得玩玩耳 哈哈哈哈 一个不了 下人穿越成猪本了 遇到强火草叛变鼠汉 直接带着可燕灭了七满 子燕依照惯例 肯定有漏网之鱼 我们先躲起来 果然片刻后废墟中走出来一个孩子 那诸葛村夫真的走了 灭门之仇不共戴天 我定要为曹家满门复仇 小家伙 你真的想要复仇吗 你你你 我 不 我不想 你放心 我子燕天下无敌 我的大刀从不斩老幼 我诸葛亮最喜欢忠诚的人 你说真心话 我不嘎你 真的 你也不打听打听 我诸葛亮什么时候骗过人 我想 我当然想 不错 很有志气 下次见面时定会嘎你 子燕我们走 真的走了 不愧是丞相大人居然真的放过了我 我得赶紧离开才行 好久不见 嘿嘿 诸葛村夫你不讲武德 我只想和你玩个小游戏 只要你赢了 我就放了你 选吧 选对了 我就放过你 丞相大人你这是何意 就这么跟你说吧 根据我多年的经验 如果他选书本的话 说明此子城府极深 断不可留 那如果他选剑呢 那说明他杀鸡太盛 此子断不可留 我都不选 哦 好好好 恭喜你选对了 你走吧 丞相大人真的放过他啊 哼 什么都不选 一身反骨 此子断不可留 但为啥还放过他 我有说过放过他嘛 带人跟着他 叔叔 诸葛灭了我满门 我们现在赶快走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等我们带着卫君回来 再找他报仇 嘿嘿嘿嘿 果然还有余孽 你们走不了了 紫燕动手 诸葛村夫你们不讲武德 这次真没其他同伙了吧 没了 真没了 小子 看你诚实 你走吧 真的 我紫燕的大刀从不斩老幽 哼 今日放过我 你们会后悔的 嗯 你骗我 我没有说不用小刀啊 哈哈哈哈哈哈 丞相大人这次应该没问题了吧 紫燕 你还是没经验啊 还有一个流程 没有走完 嗯 派人把这些人厚葬 然后躲在暗处 若是有人来祭拜 肯定也是同伙 断不可留 不愧是丞相大人 这即谋天下无敌 我可是穿越者 这才哪到呢 若是穿到仙侠 世界骑马德 掏出我的 人黄帆财保险 嘿嘿 经此一事 蜀汉里面有小心思的人 暂时安定了下 但是北方战事越发的紧急了 恩师 我将为对不起你和师娘啊 哎 什么 你们两个人年龄相差的太大了 而且你们两个人 不怕乱了自己的辈分吗 什么乱了辈分 我是说我并不知道当年就是师娘 体经验不足的马肃 求情镇守接庭 最后导致北伐失败的 我不该让师娘推荐我领兵的 原来就这事啊 还以为头上长草了 你真的想领天师 去阻挡鲁枝吗 是 好 我这次答应你 喏 谢谢丞相大人 下人给了将为目前蜀伯 能抽出来的极限兵力 四千骑兵去支援新世山 这一次 鲁枝有五万人 敌众我寡 伯约你有什么想法 狭路相逢勇者胜 必当死战 只要我还活着 必不会让任何一个 卫贼进入汉中 此战凶险 为师送你十六字 敌进我退 敌注我扰 敌皮我打 敌退我追 敌进我退 敌注我扰 将为听到这十六字真言后 陷入了沉思 此次的目的是 拖住鲁枝五万人 原来这才是用兵真谛啊 师父果然牛掰 师父 徒儿受教了 驾 出发 打着风陵火山的旗号的江维 用十六字战术 只攻击鲁枝的后卫 和资重军队 搞得鲁枝心态爆炸 将军啊 这江维用的什么战术啊 来去如风 专门打我们的资重补给 现在军中的存粮只够七天了 我们不能继续前进了 宣伯 你说得很对 稳次当先 我们现在停下驻扎 先巩固自己的梁道 我们人多将为他翻不起浪来 当鲁枝偏施的梁道 畅通资重也补充完毕时 将为十队 每队四百人 不要硬钢 专门给我骚扰 遇到卫贼的之后 就给我狠狠打 看到大部队来就给我跑 诺 将军 出去的赤后被灭了大半 我们大部队一出 将为就溜 你看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诸葛亮音的喊 稳次当先 下令每天执行军实力 没有完全侦查清楚前面的情况 绝不进军 诺 由于将为不停地骚扰 二零零多里的路程 鲁枝硬是走了一个月才走完 将军前面就是鲁城了 刚才赤后来报发现 将为骑兵大部队至少有三千 骑军就这么多了 但是蜀军的步兵没有出现 预计步兵至少有一万人以上 敌军一万四 我军四万 和当时司马太父和诸葛孔明 所使用的兵力相当 或许当时司马太父的兵力 比我们更多 宣伯 在这里和蜀军决战过于危险了 我们猛自当先 鲁枝是真的猛 自己五万兵和将为四千人 和八千不存在的步兵 就这么隔空对峙了起来 爹爹 北方战士娇拙 我们却在这里吃喝玩乐 这样好吗 乖 为父题大汉操劳一生 就不能享受享受吗 北方战士尽在为父算计之中 不用担心 金月无事 父亲带你勾拦听取 相冲为了收复刘峰 舅部带着寇林 在上庸山里找了许久 魏昌 你不会搞错了吧 刘峰舅部 不像是会在这种地方啊 不可能 我家的侍候那些人可是魏武族 是精卫中的精卫 今日太晚了 我们就在这里过夜吧 刘备的军队 从这里离开 这里不欢迎你们 我是大汉的使者相冲 我想和当年刘峰的残部谈谈 哼 刘大人搞了 我们和刘备之间 除了仇恨已经没有关系了 离开或者你们就都留下吧 我来和你们谈谈吧 我叫寇林 我是寇峰的女儿 三日之后相冲收复了刘峰救部二千人 然后用萝卜雕出无数的印章 将军你拿着萝卜干嘛 这是丞相给的锦郎妙计 来 这个印章给你 还有这诸葛丞相亲自签名的伟人状 你以后就是我蜀汉的长安太守 你以后就是幽州刺史 你是大司吗 想不到我法外狂徒张三也有今天 卫贼嚣张不了几天了 不管你们是刘明还是啥 只要你们能灭了卫军 我们北伐成功就会兑现你们手中的承诺 诺 相冲在上庸郡团结一切能团结的人 带着刘峰就不开始骚扰卫军孙李的后方 魏延也倾巢而出将自己的四千人打出了四万人的气势 卫军南路大军主帅孙李哪里见过人和群众的领袖战 被打得焦头烂了 这蜀贼的人都疯了吗 好像怎么都嘎不完 连垃圾装备都没有 居然敢来偷袭 大人刚才我军大获全胜 嘎了蜀汉的一个长安太守 一个幽州刺史 三个亭长 还活作了一个大司马 好好好 天助我也啊 长安太守 听起来有点不对啊 快带我去看看 这就是长安太守 幽州刺史 对对对 哼 长安是我们魏国的官他蜀汉什么事 还有这萝卜张真是让人好笑 这种把戏居然有人相信 卫贼今日栽在你的手里我认 但是我这大司马可是货真价实的 我们有成像大人的签署的委认署 将军 诸葛亮这么高 怕是上雍的人都会被鼓动起来啊 不管南尼老少都很危险 随时可能嘎出来 这里再没有安全之地啊 诸葛村夫果然奸诈 要玩必须要玩 不能中计了 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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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退回城 加固防御攻势 只要守城 他为言向冲就没有机会翻天 卫军三路大军两路对峙 中路大军也被王子军阻挡在兴氏山中 都过去两个月了 曹爽连汉中门户都没看到 爹爹 北方战士娇拙 我们却在这里吃喝玩乐 这样好吗 官儿 为父提大汉操劳一声 就不能享受享受嘛 北方战士尽在为父算计之中 不用担心 今日无事 父亲带你勾拦听取 嗯 官儿你是不知道啊 军阵战士 我是一点不会啊 而且家里真没法呆啊 你大哥天天求学 他学的那些玩意儿 正常人谁看得懂啊 这是啥呀 这也太好吃了 小娘子 你们一家三口来这里喝酒啊 你那糟老头丈夫一看就不行了 你看我年轻力装的腰部跟了我吧 糟老头 而且还这么嚣张啊 想抢抢民女啊 草衰了 这老六不按套路出牌啊 你有护卫你早说啊 谁家护卫单独做一桌自己吃喝啊 哈 你们还想懂熟 你知道这位大人是睡吗 这位可是虚优虚工资 你是猪吗 这几人一看就不好惹啊 还包了我名字 我怀疑你是在阴我 是女被人调戏 然后装一波的剧情 终于轮到我了吗 我可是等了好久啊 曲友我听都没听说过 肯定是个小角色 紫燕 这曲由是谁啊 很有名吗 混蛋不要看不起许家 看不起许家就是看不起我们一周人 才灭了一些人 一周这般墙头草 怎么还敢冒出来 不要因为在这几个仆人就撩不起 我们的比尼多 你们这么嚣张 还有王法 还有法律吗 哈哈哈哈 你给我说王法 许家三代公后 在这称内 许公子就是王法 事项的话 搅出肖酿字 不然推给你大赦 我许家这怎嚣嚣张啊 我怎么不知道 看着对面这么淡定就不能稳一点吗 烫熊 我们和那位捞账之间有些误会 大家说情出就可以了 对对对 刚才我是酒后失言了 误会啊 哦 原来这条戏女子是许家的家风啊 侮辱许家 走开 大哥你不要动 你就敲口了吧 许家不是什么啊嗷啊 够嫩热的 看来今天要被这群猪队友坑了 但是也没得选 许家名声不可辱 打断一条腿就可以了 不要嘎人 男的打断三条腿 女的带回去 紫燕打断一条腿就可以了 不要嘎人 我紫燕 天下无敌 大家不要怕 他只有一个人 大家一起上 黄月因为了瞎人安全给他陪了护卫 都是精锐中的精锐 护卫们看到这些人居然想群攻 直接抛刺四个人 射翻出在前面的两个人 谁家家扑斗我用奴奸啊 这是一群狠人啊 这回踢到了铁板了 大人要不要抓回去 算了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吧 你们这群猪队友还不快走 溜啊 你还不快滚等着挨揍吗 血绳见过乘相 嗯 你叫什么名字 你怎么认出我的 乘读乘中 胡卫又能力用上功了 只有取之客书的机甲 再加上省串 嘴锦逐个乘相 在乘读迅士 这还能猜不到吗 我又不是须有那春火 我叫乘之 姿凤踪 故于忧韵 举高位 杨气气 乘相您的气质很出色 一看就知道神举高位 嗯 你很聪明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我想请您搞太鬼收 虚佑的租赋 毕竟是打汗的散拱 果于逼迫 恐怕会引起虚多任的不慢 哦 我知道了 今天的事情到此为止了 哦 不对呀 这就弯了 听说主歌乘相对于忠乘的人特别有好感 我对虚佑标显的这么忠乘 卯了这么大风仙 难道不应该给个一管板子吗 乘相大任 我想在您这里招一个滋味 原来如此 刚好缺个秘书 这小子看着挺机灵的 就是有点可惜 不是女的 你跟着我吧 明天自己去找杨姨 还有这好使 多谢乘相 愿为乘相鞠躬锦锦翠丝后仪 这发生的一切都被在对面二楼的杨姨和飞衣看得清清楚楚 时候到了 可以行动吗 你想要干什么 恒相 前线快要支持不住了 我们打算全军出击和草省决战 好的 知道了 你们去做吧 谢过丞相 丞相没有询问任何的细节 这是对于我们最高的信任啊 我们定不会辜负丞相的 随后费衣带着大汉 最后能拿得出的三万大军 从成都出发支援汉中 废物啊 波怀就是个废物 前线的哪些将领一个一个都是废物 足足三十万大军 却被堵在兴市山脚下两个多月了 告诉郭怀 我最多在给他七天时间 让他必须要攻下兴市山 打通我们前往杨平关的道路 诺 报 大将军 我们刚获知了一个情报 废一栋了 属军的主力终于北上了 他是想进行决战 我们必须想在废一之前攻破杨平关 大将军 不要以气用事啊 太初 我们已经攻上兴市山了 还差一口气就可以胜利了 可是我们粮草不多了 不要多说了 我意已决 通知郭怀急攻 王子军最多只剩下一万人了 二十天后如果不能兵临杨平关 非以主力到达 我们就没机会了 下来的二十天里 郭怀用了所有的办法 试图攻克兴市山 虽然王子军的手上 打到最后兵力已经不足五千 但是主风还是牢牢地掌握在他的手上 大将军 再打五天吧 我不甘心啊 明明可以到手的胜利 当费一的大军来了 我们就没有办法从中撤退了 趁现在还有机会 我们还能退 对手是费一 我们不用担心什么 但是如果是诸葛亮出手的话 我担心我们的三十万大军将全军覆没啊 可是我们这次带领三十万人出来 就这样回去怎么交代啊 我们不能冒险 三十万大军在诸葛亮面前还是不够看啊 即刻准备 明日退军 陆儿 自从费一北上 大汉存亡之际 阿斗也坐立不安 于是派黄浩常驻丞相府打听消息 丞相起来没 北边到底怎么样了 我们能赢吗 丞相还在水达轿 应该问题不大 有丞相在 我们母忧什么可以担心的了 但是我还是想当面问问 你懂的 陛下不放心啊 早啊 你们都在这门口干嘛 丞相 费一将军到哪里了 我们能赢吗 谁知道到哪里了 按照历史出汉 苟了二十多年 这次肯定问题不大 该干嘛干嘛去 问题不大 回去等着吧 丞相真明示 魏国大军三十万 他视若无误 我这就回去禀报陛下 大将军 费一马上就要到了 那还等什么 撤啊 太初 剩下的交给你呢 将我们的大军带回去 我先走一步 我的大军攻了二十多天 现在已是批兵 乱不可用来殿后 我先去 我也先走了 司马招你干嘛 大将军说了 司马家为国尽忠的时候到了 你来殿后 我先走 好个曹爽又想坑我司马家 等我回去跟你没完 费一一到新式山河 王子军会 蜀军看到魏军开始撤退 气势大掌一路追击 司马招鞭打鞭 好损失不少 最后损失一万来 至此经历了三个月的 卫手战役 最后就这样落下了为民 丞相 丞相大人 费一的军报来了 我们大汉在兴师取得了大胜 魏贼退了 丞相 嘎帝国外 魏贼私赏勿术 是昌大胜啊 丞相大人 现在应该马上进攻将这个喜讯禀报给陛下 还要召开大朝义 决定战后的封长 就为了这些事情 你们半夜罚我叫醒 有事明天再说吧 丞相大人真难命事啊 这中时候还趁得主气 此次战胜魏伯 姜维 费一 蒋婉 相冲 王子军 马代 等人接加官进局 虾人为了当甩手掌柜 把所有功劳都让给了工具人杨仪 杨仪此次辛苦了 本相老了 未来的就靠你们了 终于没事了 之后的事还是让工具人当起来 吃喝玩乐不香嘛 我就想享受享受 大战之后 虾人又开启了咸鱼的日子 乘降大任 杨仪送来问叔说 拔军又出现了金反罪 他想让七毒剧主戈斩负责交灭 历史上诸葛瞻被保护得太好了 没有上过战场 结果他的出阵 被邓爱直接捧得找不到北 也导致了蜀国的灭亡 这次我得出手 帮帮这小子 这封文书 先放在我这里吧 紫燕 帮我请夫人过来 这是谁安排的 诸葛瞻不能去 我觉得还是让他去吧 我还是有些担心 总有一天 他得独自面对这一切的 不历练 怎么能接下我的班 既然如此 也只好这样了 这个我会安排好的 你就不用担心了 终于机会来了 是时候出去逛逛了 嘿嘿 五天后诸葛瞻带着两条船 和三百名水军出征了 丞相大人 有您的拜帖 都说了 现在请叫我虾参军 是 虾参军 虾人看着现在蜀汉 没啥大事了 成都也呆够了 直接弄得假身份 带着赵国 紫燕领着几百人 跟着诸葛瞻去了八局 美其名曰剿匪 其实就是想逃离成都 每天办公 出来溜达溜达 我是齐渡卫诸葛瞻 见过虾参军 嗯 父亲大人 你怎么在这里 你认错人了 我只是素卫军的虾参军而已 接下来 完全靠你自己的表现了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刻 我不会出手的 冲啊 虾 谢谢父亲大人 作为一军主将晚上还要寻营 我先告辞了 丞相大人 您的公子真是优秀 我在他那个年纪 也第一次上战场 第一次尬敌人的时候 我还吐了出来 现在诸葛瞻作为一军的主将 已经有模有样了 他总有自己要走路的那一天 我只希望他自己走路的顺当一些 大哥这个齐都尉 一定是哪个大人物的二代 竟然有两艘战船 这使兵也武装到了牙齿 我就是个小毛贼 你有这么高级的战船 不去防备东吴 去来灭我 不就是抢了两个伤队 至于吗 大哥 你看他打的是诸葛棋子 肯定不是诸葛亮亲子来 应该是诸葛家的子姿呗 没听说诸葛家有什么出名的大将 肯定是第一次上战场 我们不用怕 我有一级兄弟们 跟我去灭了诸葛小儿 丞相 你说诸葛少爷能否讲灭锦帆吗 又不是所有的锦帆贼都是干宁 就那点人马 两条小破船 如果诸葛瞻连 他都打不赢 我都要怀疑诸葛瞻 到底是不是我亲生的了 子姨姑娘 就算诸葛瞻不行 不是还有我们在吗 我们离他就半天路程 随时可以支援他 我是出来散心的 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谁受得了啊 赵广我们换一个地方 住渣吧 丞相 请问上哪里住渣 把地图拿来 瞎人看着这古代地图 直接猛 画的是啥啊 看不懂啊 赵广 我考考你 我们在哪里 我们在这里 很好 那么我想听听看你 选在这边扎营的 首先 这里离诸葛瞻扎营的地方 骑军只要一个小时不足 也只要半日就可以达到了 而且地势低风 警方王应该没有马 光靠两只脚的话 他是无法到达这里的 我们不会引起他的警觉 去这里吧 这画着一个房子 肯定是个城池 或者村子之类的 有房子住 总好过 待在外面的荒郊野岭 这直线距离看着近 但是中间隔着大山啊 这不得绕一大圈才行 丞相莫飞 有什么计划 算了 丞相永远都是对的 不 真奇回来了吗 回来了 但是没有发现 估计警方贼 被我们的阵容吓跑了 不着急 此次有父亲在 稳得很 只要我们稳扎稳打 警方王跑不了 警方王本想着利用 自己熟悉地形夜晚搞偷袭 没想到诸葛瞻带的 军队装备太好 直接被打得丢亏气节 最终只带着二十人逃了出去 大哥我们终于逃出来了 大哥兄弟们嘎得太惨了 二百多人就指色下我们指点人了 兄弟们看到前面的村子了没 我们抢了这个村子后就躲一阵子 没有人能不找到我 只要官兵走了 我们照样是这里的大王 大哥说的对 冲啊 男的嘎了 女的带走 这群土匪还没冲到村子里 就被白假银枪的赵王给灭了大阪 警方王被活捉 丞相大人贼人被灭大阪 警方王也已经抓获 大人真是神经妙算啊 您是怎么知道 警方王一定会走这条路的 我说我是蒙的 你们信吗 你觉得我们会信吗 丞相自从武藏人回来 就更厉害了 算无一策 天下无敌 派人到诸葛珍处 让他来提人吧 诺 父亲 您是怎么算到 警方王会到这里的 如果你是警方王 你会怎么做 如果我是水匪 打不过我肯定逃路啊 嗯 将面被封锁 那就走山路 嗯 走山中肯定要不挤 那就一定会来这个村子 原来如此啊 父亲的智慧儿子 怕是有生之年 都望尘莫及啊 脑骨的这么合情合理嘛 你小子也不错了 有我一两分的实力 接下来你回去复命吧 我还想继续巡视这八郡 回去是不可能回去的 在这紫烟陪着 游山玩水不香嘛 父亲 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 我想跟随着父亲 这小子想当脱油瓶啊 就不能让为父 享受享受吗 瞎人把陈之从成都叫来 打着丞相府巡视八郡的旗号 在八郡逛了起来 陈大人您好 我是父亲的都尉 我姓罗 请问您具体要巡视哪一带 我纳了指楼 乘相相取哪儿啊 就在附近随便看看 我对附近比较熟悉 可否带领诸位大人附近转转 大人看到前面的小路没 这就是当年张飞将军 在这里绕到张河后方的 不要看这条路小 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平坦 可以通行大军 只有当地的人才知道这条小道 那我们去那边看一下吧 那边不是很安全 你的军队不是主扎在附近吗 难道附近还会有闪飞 有我在 今天我就要看 谁敢来打劫我们 鱼儿要上钩了 我感觉还是稳妥一点好啊 父亲 我们就看看嘛 我也想亲眼看看 你们当年走过的路 好吧 那我们就走一 打劫 把你们身上的钱财交出来 我是挖口官的罗线 这位是丞相府的工曹 诸位请不要开玩笑 罗线这个废物怎么会在这里 还有丞相府的工曹 事情有些麻烦了 大哥要不把他们全部都免抠 反正嘴紧费到碰性 只要做得赶紧一点 没有认知倒是我们做的 那些护卫看起来好精锐 不知道和我们的家将比起来怎么样 作战队形 准备前进 你们真的敢这么做 哈哈哈哈 罗线 你最好不要说话 不要逼着我们灭口 我紫阳 天下无敌 紫阳阿姨 你护着我父亲 这些小杂鱼 还是我来了 紫阳之下我无敌 紫阳之上一换衣 哈哈哈哈 我儿有大地之资啊 你们还不束手就擒 点子扎手 撤 洛线 看来你应该有些话想要对我说 陈大人 小的知道一些内幕 但是小的不敢说 我是来旅游的 看样子这 有点麻烦 罗大人不愿意说就算了 我们不勉强你 我们走吧 不应该啊 此人是把我的计划看破了吗 刚才想用激将法 让他们进入小道 就被这位大人看穿了 现在这语情故纵的戏码 也不行了吗 这位大人 我做了 请大人听一听我的故事吧 自从刘被嘎了之后 朝廷对八郡的管控力日益减弱 现在基本上都是地方豪族掌握着个底 罗线的目的就是让陈之见识下刚才那群人 他然后把所见所闻报给诸葛丞相 再来收拾这些嚣张跋扈的地方豪强 这一次如果不来八郡 我们这些情况都不了解 这一次我们还真是大开眼界了 父亲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 张儿愿为先锋 我打算什么都不做 什么都不做 父亲您就放任八娜的豪族取我们大汉的权利吗 八郡打着旗号 反抗我们了吗 没有 我们在八郡没有办法募兵吗 没有 朝廷在八郡还是能够募兵的 那我们在八郡收不上税了吗 不 我们在八郡税收正常 我们现在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吗 没有 我们目前的大敌是卫贼 张儿 今天为父叫你两个字 格局 格局 什么是格局 我们现在主要对付的是卫贼 强大自身 北伐灭位就是格局 八郡这些细节目前管不了 也不应该管 天下如其举 世人如其子 如今本相就是执起者 苍生涂涂 天下寥涂 诸子百家 诸天万界 历史长河 唯我虾人 历代虾人子 虽一人之力 却强于百万之师 一怒而诸国去 安居则天下兮 虾人派纵横天下 今日为父便传授 你本门绝学 是 父亲大人 醉了 醉了 差点就漏见了 这小子 不会真信了吧 穿越前小说 看多了 差点吹牛 吹破了 原来父亲的本事 都来自于这个 虾人的门派呀 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听起来有点像 鬼谷派的纵横家呀 以后得跟着父亲才行 学个一点半点 就得起飞呀 虾人刚回到了成都 麻烦就来了 江维又因为想出兵 龙溪和飞衣吵起来了 微公帮我写信给文伟和伯约两个人 告诉他们我同意江维 带五千人去龙溪 顺便告诉伯约 我对于他没有要求 他自由发挥就好了 丞相 伯约和文伟两个人的关系相当的糟糕 是不是要换掉他们其中的一个 问题不大 就这样吧 江维得到允许后 带着赵广王司领着五千骑兵就出征了 不到两个月就平定了龙溪腔人的盘乱 丞相 大胜朗 卫山平康一番 为帅仲讨定之 去备之名 威震天下 嗯 丞相惊天宫中发生了一件事情 有个宫女不小心把陛下那只最喜欢的鸟梦尬了 陛下暴怒差点将人打死了 这有诗人君的风范啊 这个事情还得丞相出马才行啊 好的 我知道了 我会处理的 丞相还有一件事情 蒋卫在聘定东西后 智杰进军了永州 匪夷爬出大事送来问贖 还请丞相顶多 知道了 我先想想 你们回去吧 下人针对阿斗的教育问题 觉得他为了一只鸟就想要宫女的命太过分了 奈何水平有限只写了四个字 对于将为进军只希望他在行动中更为的谨慎 而面对困难要勇敢的去克服 于是同样写了四个字 写这八个字 这真是为难我了 紫燕 这两封信 明天让人送出去 上面的那封 送到汉中去 下面的那封 帮我送给陛下 今天处理了 太多的事情了 需要好好休息一下 丞相 我先扶你去休息吧 丞相说的是上面的送给陛下 这可怎么办 不管了 应该是上面的吧 黄浩 你说昨天的事 冬允那老头 不会告诉丞相吧 我现在该怎么办 冬允再怎么说 也是您的丞相 应该不会吧 帝下 丞相辅送来了 诸葛丞相亲手写的信 完了 完了 真去打小报告啊 大事不妙啊 沈慎 勇敢这是何意啊 这可是丞相亲手写的 他必然有深意啊 这必然和昨天的事情有关 陛下天资聪颖 丞相没有说出的话 陛下肯定能够亲自悟出来 沈慎 这一点我想明白了 肯定是我昨天下令的时候 没有能够将事情多想几次 如果我多想几次 就不会下这么荒谬的命令了 看来丞相想要让陛下以后 行动之前多三思 只是不知道 那个勇敢丞相 幼稚的是什么呢 不愧是丞相啊 完全了解我心中所想的 阿斗其实对于昨天的事情很厚 知道自己做错了 但是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君王 即使做错了也要硬着头皮坚持到底 但是诸葛丞相却告诉他 要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误 正是自己的不足 看着那四个歪歪扭扭的自己 阿斗想象着当时诸葛丞相 是抱着怎么样的病体 忍受着病痛 用着多么大的努力 才写下这四个歪歪扭扭的字 对比着过去丞相那坚挺的字体 他不禁有些热泪盈眶了 丞相 我一定好好努力 不辜负您的期望 黄浩 小心地将丞相的这封信 表好交还给我 我要放在面前时刻提醒我 然后再去把董事请过来 董事 昨天的事情我做错了 陛下 故人有云 温过则改 陛下能够吸取这个教训就足够了 不愧是丞相啊 一句话就能让陛下幡然悔悟 无虽为地是差之原意啊 被子燕弄错的这封信 就这样解决了阿斗这个熊孩子的问题 然而另外一封还在路上的信 又会让姜维脑补出怎样的故事 以人为本 丞相到底什么意思 丞相算无以策 必有深意 原来如此 个才是丞相的意思啊 雍州之地郭怀军力很强 我们人少和他打持久战队 我们很不利 我们只要把枪人带走 优势就在我们 存地失人 人地皆失 存人失地 人地皆存 等我们准备好再一举拿下雍州 丞相真是厉害啊 四个字就道出了雍州之地的用兵之道啊 郭怀没了人 就算受得住地盘又能怎样 白白消耗国力 我们骑兵无敌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姜维直接把雍州之地的枪人 全部迁移到了汉中 兴世之战落下了帷幕之后 蒋婉的身体彻底垮掉了 下人决定让他退休了 蒋婉这样劳苦功高的老同志 就应该去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好好聊休养 让他去巴俊养老吧 巴俊 这不附和一般的串通啊 去了巴俊就意味着 冤立了劝力同署 这样的左巴 更像是一种惩罚手段 乘想尾赫这样做啊 是啊 巴俊你和公演说一下 听听看他的意见 陈芝并没有直接按照 瞎人的要求去找蒋婉 而是先去找了杨姨 丞相算无一策 这样做必然有他的道理 丞相发话了你按照命令做就是了 想这些有的没得干嘛 简直就是瞎操心 对啊 相信丞相就是了 巴俊嘛 看来丞相终于决定 要对巴俊有所动作了 我知道了 告诉丞相请他放心 我会去巴俊的 大人 为什么 上次去巴俊发生的事情 你还记得吗 我们在巴俊的力量不足 老夫还算得上有几分薄面 那边的豪族似乎也要给老夫一点面子 让老夫先去那里慢慢分化那些豪族 愿来如此 看来我还是坦念情看了 居然没有看出正相的神意 但是如果那些豪族听而走现怎么办 莫不是你认为老夫不会嘎人 曹爽伐蜀失败后 蜀国现在莫了压力平稳发育中 自然想收拾了那些不稳定的俊贤 本来下人只是同情讲晚让他去疗养的 现在这些人却脑补着是要动手了 就在讲晚准备出发时事情发生了巨变 为国长安曹爽府中 成效 出什么事情了 为贼发生了政变 司马懿终于动手了吗 是的 司马懿发动了政变 两个月前曹爽带着亲信随少帝曹芳 当外夜为明帝曹瑞之母 装并得司马懿带三千死士起事 攻下洛阳 在洛水发下了重视 允诺只要曹爽挖兵西马交出兵权 仍可保留爵位 曹爽居然相信了司马懿 放弃了抵抗 投降之后被司马懿进族府邸监视起来 三日之后曹爽及其轻信 被司马懿找各借口全部尬了 至此司马懿彻底掌握了整个卫国的朝政 卫国大乱我们应该早做准备了 丞相卫国现在动乱 我们的机会来了 是时候做准备再自北伐了 司马懿是那么好惹的吗 我就想安稳几年了 我们现在重中之重 事先发育 时机未到先等着吧 卫国郭修年轻时是宫中试吻 现在年老外放梁州成为西平郡守将 妻子和儿子并打之后变成整日戒酒消除 至此郭修多了一个失散多年的小儿子郭寻 并推荐郭寻接替自己的职务 曹爽失势 西北的总指挥称西将军夏侯玄被征兆回了洛阳 郭桓上位 身为为曹宗亲的夏侯爸害怕被司马懿迫害 直接跑路投汗 承相 夏侯爸可以授予高位 但是不能给他实权 夏侯爸的父亲夏侯渊嘎在了皇将军的手中 我们和他之间有很深厚的仇恨 而且夏侯家毕竟是位贼的皇秦 不可与实权以防不错 夏侯爸擅长战争 永贯三军 且对于魏国内情非常的熟悉 是个不错的带路党 我等北伐司马懿 他也能拉拢一部分卫人啊 这件事情陛下怎么看 你们有问过他的意思 毕竟夏侯爸可是他的亲戚啊 王后 这次夏侯爸来投 你说我们怎么办 丞相怎么看 丞相的意思是这件事情听我的 丞相既然敢让陛下做决定 那就是问题不大 陛下按照自己的本心选一个就是了 这么说那就好办了 最后刘善任命夏侯爸为车企将军 然后将为杨仪费一等人制定出集结四万人马 准备带着夏侯爸这个带路党再次北伐 三月之后将为出骑山直攻长安 长安守备司马懿之子司马亮虽然有八万人 但是一想到诸葛亮还活着这点人不保险 立马求援郭怀 郭怀带兵一万从雍州回援长安 将为留下五千人继续骚人 来个吊虎离山直奔雍州 将为带领五千风陵火山的骑兵 摧枯拉雪之士灭了成太一万人 占领曲山等到蜀军大部队道 直接驻了一个曲程 以此为大本营攻略各军 郭怀知道中计了赶紧带着三万人马回忆 丞相将为再落门大败成太 目前驱山驻成形是一片大好啊 司马懿认为亲居然让连话都说不清的 邓爱作为安南郡太守 我们这次北伐有望啊 邓爱不就是将为的克星吗 大事不好将为要败啊 古野观星象是有不代将为要败了 赶快让将为撤军 这都能算吗 这就是丞相的实力啊 雍州之地郭怀带着邓爱等人直接兵威取成 准备围点打员 我们赶去驱山城解围吧 但是在前进的过程中需要稳定推进 防止对方的扶兵 兵贵神速 应该骑军先行 让大军随后跟上 驱山城危在旦夕 我们此刻应该立刻救援 郭怀一定有准备 如果我们直接去驱城 路上必然会有重重阻碍 等我们到了驱城 或许驱城已经被郭怀拿下了 我素在雍梁 对于隆西的地理非常熟识 我知牛头山有一小道可直通驱城 牛头山竟然有小道 我到雍梁已经有好几年了 竟不知隆西牛头山处有小道 赵广带领军兵四千 逼你们本部兵马 打我齐号 走大陆直驱驱城 路上如玉阻拦 要尽力作战 做出大队兵马的样子 末将遵命 其余众将 跟随我兵出牛头山 杀魏贼 解驱城之围 末将遵命 无奈的 邓 邓 邓 江维你 你 你 你跑不了了了 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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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 江维的克星 将为数次绕到支援取城 都被邓 邓 阻击 将军想不到 那的结巴邓 邓 如此了得 这次怕是要败啊 是有不代 请紧快撤击 郭槐率军正在笔记 准备切断你的后路 将军这是何人通风报信 郭槐真的来了吗 藏头鹿尾不可信 万一是等爱之计 我们此次北伐将前功尽弃啊 爸 成都几棒 丞相有力 始至北伐可能失败 立刻大军撤回 丞相莫飞散到了如今的局面吗 将为没用啊 全军出击取城 就出城内的兄弟 我们回家 郭将军 将为全军进攻取城 只是想救出城里的部队啊 邓爱和郭槐将军 大军还没回来 我们怕死顶不住啊 你们跑吧 我们被放弃了 是挡不住将为的 郭将军 您和我们一起跑吧 老将军也病故了 您是国家最后的人了 我不能跑 我还有自己要做的事情 本来还以为要在凉猪带上好一会儿 才会找到这样的一个机会 没有想到 现在最好的机会上门了 将为的骑兵确实厉害 很轻松地击溃了包围取城的想法 救出城内的部队 全军向汉中撤退 将军抓到了一个探子 他说要见将军你 我们抓的时候挺配合的 就是搜身的时候不太配合 还请将军亲自审问 好 你先下去吧 对了 还请将军注意身体 晚上不要操劳过度啊 我会替将军保守秘密的 你说要见我 请问有何事 我叫国徐 是西平郡的守将 不久之前 那封建高国怀行踪的剑书 就是我所发的 这就是我的诚意 剑书做不得数 前有皇宫复苦肉祭骗曹操 后有周子余断发赚曹修 你孤身一人来此 又不带家属 我如何能够确定 你是真心归降于我 而不是史记 我将我最大的秘密告诉你 你是我的诚意 我是女儿身 什么 江维在与郭寻交谈中 发现郭寻非常的优秀 而且对于魏国的风土人情 和雍良的地理地貌 非常的熟悉 如果郭轩不是女儿身 她一定会成为我北伐的很大助力 可以向丞相推荐一下 丞相 这次征罚了四万大军 却无功而返 江维会对丞相 还请丞相责罚 但艾芝才不在你之下 这次能回来已经很好了 对了有人报告 你在军中私养婢女 这是怎么回事 是的 确有此事 想不到钢铁直男江维居然出现了啊 一看就是有大瓜啊 快快快 细细禀报 我要听到所有细节 丞相 是否可以直接将他带上来 让他当面给丞相所清楚 好啊 我要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女子 能把江维拿下啊 末将郭寻 见过丞相 啊 郭寻 不是历史上在费衣大寿之时 亲手嘎了费衣的人吗 这是个刺客啊 紫燕快来啊 我紫燕天下无敌 丞相怎么了 能在一群武将之中 众目睽睽之下 嘎了费衣的人 怕是武力直报表啊 不知道紫燕能不能挡住 还有就是这人 是江维担保的 如果直接拿下 恐怕不妥 紫燕给我一杯水吧 我口渴了 丞相怎么了 不行了 我感觉头晕无力 郭寻你去外面 把寇林叫来帮我 伯约你去帮我 把月鹰叫到我卧室 紫燕快走 丞相 你怎么了 我没什么事 我就是担心郭寻 我觉得他目的不单纯 那还等什么 直接抓起来啊 现在没证据 而且江维和他的关系不一般 这不太好办啊 那就将伯约叫过来问问吧 丞相身体真的要不行了吗 今天晕倒现在这么晚密照我 难道是要脱姑吗 刚才路上诸葛果看我的眼神也不对 丞相肯定是不行了 丞相 你要坚持住啊 打汉不能没有你 你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我还没打 轮不到你 我的病没事 找你来有一件事情问你 你和郭姑娘究竟是怎么回事 紫燕本就是黄月鹰训练的情报人员 经过详细的询问 江维他认为 郭寻就目前没有问题 郭姑娘没有问题 如果他有问题 恐怕我早就遭了毒手 我的军队也不会这么轻松的回到汉中 早就中了郭怀的埋伏 郭寻肯定有问题 这是历史书上 白纸黑字都该关定论的结果 看来得想个办法试探一下了 接下来的日子 整个蜀国气氛变得不对 感觉山雨欲来 大厦江青 都在传诸葛丞相不行了 自从那一夜召见了江维 就没有人再次见到过丞相 远在汉中的费衣也被紧急召回成都 江大人 诸葛丞相的情况怎么样了 诸葛丞相的情况很不好 真是天度英才啊 这次费大人来成都市 他是来见诸葛丞相的 丞相有些事情要和他交代 费衣守城之人 我以为丞相有个万一之后 继任者会是你 我应该还不够资格 文伟不管从关接 还是资历上都在我之上 我明白了 如果我想拜见费衣 将军能否替我引荐 现在费衣操心丞相的事 怎么管得了你这一个降降啊 最近可能不行 过一阵子吧 好吧 江将军 你先忙吧 江维看见郭寻很失落的样子 还是忍不住想帮忙 等等 这样吧 我和费衣的关系不是很好 明天我帮你和陈芝打好招呼 你去找他 让他写一封推荐信给你 这样费衣就见了你 另外 费衣现在临时住在过去江婉的府邸 博约 谢谢你 我会感激你 为我做的一切的 我就告辞了 祝你以后一番风顺 白天的时候 郭寻待见过一次费衣 已经观察好地形路线 还真是勤勉 但是对不起了 如果你对于魏国的态度 可以再强硬点 或者你能够让江尾 放开手脚大蛋一番 或许你就不用打了 怎么可能 居然自空了 郭将军 你中计了 为什么会这样 明明我看到窗边的影子 不会有错啊 你为什么不在那里 你知道什么叫小孔丞相吗 这可是丞相大人交给我的妙计 老实交代吧 我受司马太傅所托来打 你们这些叛贼 现在落在你手里了 自然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司马老贼 太刺客 这是我听到最好笑的笑话 你为什么江尾不高 来自嘎我费音 你江尾对你的气重 你应该更好得手吧 反正你现在不想说没有关系 我们有的是办法 可以听到你的实话 拉下去 长夜漫漫江尾却睡不着 虽然他认为郭寻没有问题 但是还是按照丞相计策 把消息透露给了郭寻 郭寻究竟有问题吗 他会上当吗 江尾非常担心郭寻 但是和费一的关系很糟糕 于是直接去找了杨尾 我想问一下今晚的情况 今晚的情况你没有什么好问的 你回去自己的府邸去睡觉吧 剩下的事情我会想办法处理的 我也会保你的 可是 伯约 你是聪明人 你和费一关系那么差 如果有人用郭寻做文章 你就完了 你是丞相看重的英才 我想丞相不会看错人的 这件事情你就当做不知道 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就行 江尾在杨尾那里没有得到答案 于是去了丞相府想找黄月英帮忙 我不相信自己会看错了郭寻 我想想要亲自找他问个明白 江伯约你说什么 我不同意 这可是一个刺客 你还是乖乖听杨尾的话 回你的府邸去吧 可是 人是你举荐的 是你担保的 现在出了这么大的问题 如果这一次不是丞相一口咬定郭寻有问题 我们谁会提防他 说不定哪一天郭寻就忽然动手了 陛下怎么办 丞相怎么办 到时候出了这样的事情你怎么办 伯约出了什么事情了 丞相 看起来